近期印尼国家警察总长李斯体约上将表示就冷邦岛生态城区或规划的日式 目前正致力于协调收复当地居民进行搬迁 国家警察总长李斯体约上将表示前段时间就冷邦岛国家策略性工程 土地征用问题与当地民众的沟通不畅引发的冲突 并称这必须对居民进行全面的宣传工作 这样才能找到准确的思路以继续开发工程 此外警察总长还说他必须对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当局采取暴力行为的43名居民采取行动 而此次行动是按照总统指示以采取沟通交流和有说服力的措施 向居民们解释警员们之设律星职责当地丈量土地 而该措施也可用于重新的安置居民 建议部分赛罗者和王到了华士他们 daughter tutti 到天前家 SC赌口中 tavしい市民情 因为赛震开 Lebanese们新的 boredom 新的卡 accidents 尽头特任户争的更远食 surv30 烦路新农以上是ste los ve 烦路新农 Virtualund 全新的皮镇付魂 Ricky卡丹 To be 个 także 好 得